中文在国际文告谈话中 强调两岸互不隶属 还五度提到中华民国72年 这段谈话被前总统 马英九办公室质疑 根本是把中华民国折授 我们来听听稍早这段访问 两岸本来就是互不承认主权 互不否认治权 但是蔡总统把两岸变成两国 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是两国论 那我们很担心 蔡总统一直强调的不冒进 不挑衅这个原则 已经破灭了 这个国庆 我们看到logo已经都没有中华民国 那他甚至于在投书外媒的专文 中华民国也消失了 甚至于中华民国从110年 变成72年就折授了 所以我在想蔡总统这一系列的动作 是不是有铺牌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做法 会不会引起更加紧张的情势 我想这是我们国人所共同关注的 可以听到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 萧续成强调 蔡总统的两国论述方式 违背中华民国宪法 刻意切开两岸 仿佛没有休期与共的时期 马范强调这是许多台湾人无法接受的 而且批评蔡总统过去曾经强调的 不冒进不挑衅已经破灭 也担心引起台海紧张情势 继续成强调之后